大家好 今天剛剛下班 昨晚已經充電了 今天立刻抽點時間出來 再繼續試機 我知道之前都是想著 跟Mavic 2 Pro 去做一個比拼 但是做比拼之前 都試好了本身的A2S 之前跟大家提及到 一個接收 雖然只是第一塊電 是嚴重一點的 當時的情況 但是那個質格 真的挺令人失望的 我不是太擔心 但是呢 有些事情都想更新一下大家 當時 其實原來我的A2S 是未激活FCC的 就算是在行CE制式也好 也沒理由二百多米 就這樣質化 簡直是停格 今天這部機 已經是 開啟了FCC 想特地去回我當日起飛的位置 飛回去當時二百多米 是有質格的情況的位置 再試試個反應 FCC的功率是大些 很明顯的 看看情況會變成怎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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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題 今天想要是兩個 第一題 我想會多謝的人 在上一條影片 下方有個 很善意的留言 他問我 200多米都有點疾 會不會是未攤上過FCC 我當時 我真的有誤會到 這部A2S 是像MAVIC2 Pro 自動自覺 是在它的Fly App 真的是攤上FCC 但原來不是 現在這部機 在今天的試驗之前 是真的插着了FCC 那怎样由CE模式转做FCC模式呢 很简单而已 一句说完 其实你只需要用原厂的控制器 插个iPhone或者iPad 插一次 用一次 接着拿回去 马上用Android的器材就可以了 即是就算是Android的电话 或者用这个... Smart控制器 它都会自动用FCC 插着它的过程非常容易 今天就用FCC去试这两个Session 我打算做两个Session 第一个Session就是飞回同样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变化 第二个Session就是 反正来到这里做一个远一点的距离 不要太多口水了 我们马上开始了 好了 大家 扣好安全带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上次我们试机的区域 250、60多米 这条影片究竟会不会像上次那样的死画面呢 现在我重复一次 其实这个控制器真的进入了FCC 功率大了很多了 众所周知 现在也没有说是死了画面 但是大家应该在眼睛都看到了 画面其实是真的滑滑滑滑滑滑的 因为它也是用Smart控制器 它也提到一件事 就算它是继续配合那部Air 2 它的Smart控制器 改变了Firmware到1.4之后 也有这个刺下刺下的情况 即是问题未必关部Air 2S 可能根本上是Smart控制器的1.4Firmware 是出事的 还有片尾可能都会轻轻看到的 有一个我自己的老友 很窩心的 他特意给了一个资料我 就是说 外国的FORUM 其实也有不少外国人 是投诉你一件事 是相当不满的表达到 他们也发觉画面是这样质得很紧要 像现在这样 相信大家是猫肉眼不难看到 应该也不需要很细心 大家都能看到 画面真的确定确定确定 这一点确实是令人非常烦厌 这里应该是绕最后一个圈 目的是想用不同的 用机身不同的角度 去尝试一下在这个区域 高高低低的 尝试一下在这个区域 会不会再是死画面的出现 似乎信号真的很强 就真的没有死画面了 但是这些刷一下刷一下 种种迹象显示似乎 可能这个1.4的Smart Controller的Frontware 是出了事了 至于第二个Session 是想着去远一点 今天这个环境是有风的 我想我的目标是会试量3K 看看试到多少就试多少 不会勉强部机 那就不要这么厚绪了 立刻开始了 好了我们再次起飞了 首先想跟大家敬重地说 这个Fight我完全是一个反面教材 因为实在个人不够专注 因为其实本来我是拿了新电出来的 但是太多东西要顾 又要顾相机又要顾对白 当时在乌龙中拿了新电出来 都不记得换上部机就开始起飞了 其实我当时飞到这里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也不飞回来换电 原因是因为工作方面 我就不容许我自己有迟到的情况出现 所以时间上有点紧逼 现在我已经转了做Sport Mode 但是我没有推进油 我应该是一半油门 现在一路升高 去到上水塘的时候 现在我就把片速转回来做Normal 大家会发觉 这部机器是同时间这么巧的 同时间告诉我 图传讯号微弱 兼夹是低电 应该要返航 这样 现在调转这部机器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直线 即是中间没有东西 左隔 刚刚过了2K的时候 就已经是信号微弱 看到右上角真的只剩下1格2格 这个表现确实不算是优秀的 这个Smart Control 这个图传的力量 我记得上一段影片 在下留言的兄弟 也不少有说过 原装的控是强一点的 这样 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表现的话 不过 我极有可能 会拿回原装遥控 去飞同样的路线 飞多次去证实的 但未飞的时候 我都很相信 因为 所以我自己 通常拍摄的时候 我飞机飞的范围 我的拍摄目标 和我起飞的范围 通常都是1-2K的范围之内 这是我的习惯 但讯号的东西 当然大家都知道 越强越可靠越好 就是这样 虽然 现在我们反航 其实是有些逆风 我推大了少少油门 所以大家看到 去和反的速度 是差不多 比大了少少油门 OK 但是看到 现在只是700多米 还有4分钟 即31%的电量 其实没有什么压力 其实一定回来 现在这里 大家看到 现在这个画面 好像没有那么确 其实因为我们是向前 只要有转弯的情况 现在也会给大家看 正常的速率 大家看看 有转弯的情况 大家就会看到 很明显 画面真的会很明显 希望 DJI 可以发现这个东西 快点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刚才飞了一转 大概飞了2K 本来是打算飞2-3K 但是呢 因为他刚刚在电量反向 我听他说 乖乖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现在回来的时候 是正翼风 正翼风的时候 我就 一路回来 一路降低 希望可以避开高空的风 暢顺一点 回来 无谓博 因为我那个目的 不是 玩拉他 还有呢 我都际时和大家分享过 如果我是拍摄的目标 我尽量个人 尽量近的目标 就是 我不想花太多的电量 在图情那里 我希望留下一些电量 是要来做拍摄 这样 各有所好 那 大家喜欢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 想说的呢 就是 今天做了两个session的测试 第一个session 老实说 我就不觉得他非常暢顺 但是 起码没有质量 刚才那一转 其实 在图团上 他都不算是相当轻的 但是 起码都未去到担心的阶段 加上 刚才session 2 是飞2K那段 不断去 和回来 是 都完全没有质量 都叫做轻的 有关这个遥控接收 都叫做 告一段落 那就松了口气 但是 如果DJI的研究人员 可以真的去研究一下 喂 刚才那些 我不叫他做质格 不够暢顺的情况 如果可以把它变回暢顺 一点 当然是一件好事 那在这里 我很想多谢 两个人 一个是 我的朋友 他真的很好心详 私下联络我 给了一些资料 包括 一些外国的forum 很多外国人 骂 叫做 很不满 骂DJI 有关这部 Air 2s 配合 smart controller 他们非常不满 有些人说 这个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还有 他告诉我 他有一个侄子 真是 亲身经验 他的侄子 和买了一部 Air 2s 这只是个别个案 回来 就算是用原本的遥控器 也是非常糟糕的 很火爆 但是 DJI 旗舰店很好 马上换了一部新的 给他 换了之后就没事了 没有那个情况出现 想和大家分享 会有这个情况的可能 我今天呢 这么积极去抽一些时间 我待会还要开工 抽一些时间去试 其实就是想看看我的机会 不会又是这些个别个案 幸好应该不是的 接着下来 这个浓存讯号的测试 我想告一段落了 去到这里先 说回 上一集 下面留言的朋友 其实占据榜首第一位 就是想知道他的低纲拍摄能力 对了 你想知道 我一样想知道 我相信 我在下一集 我应该是针对这一方面的情况 去做多一些体验的 体验一下他的视频 和他的照片 希望尽快可以抽到时间 去做到这些事情 给大家看 没错了 那这集 不要这么多口水了 真的说到这里了 下集和你们尽快再见 好不好 给多些支持这个频道 分享 订阅 豆子公 多谢你们 好不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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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